我今天是来谈我事的 这个被土磊怒吼的女士 就是今天的女嘉宾小李 她本来是想上节目调解和男友的感情问题 结果却被发飙的土磊骂得狗血淋头 小李今年40岁 是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 他在一次拍戏中 偶然认识了男友小文 之后两人在接触中确立了恋爱关系 不知不觉就在一起两年了 本来都处于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男友小文却突然不想娶了 这把小李气得够呛 刚上台就强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今天来到这里告诉你 小伯儿 我一定要今天结婚知道吗 好家伙 这不就是大型逼婚现场吗 其实小李和小文都经历过一次不幸的婚姻 老大不小的两人谈恋爱 也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本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小文为何不想和小李结婚了呢 对此小文却表示 小李要求结婚必须买房子 但自己目前的情况根本买不起 并且他还指责小李夜不归宿 这一点让他完全接受不了 小李却反驳道 自己并没有嫌弃小文没钱 夜不归宿 也都是因为工作原因 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工作坚持就是这样子 你有什么工作啊 有些谈些业务什么的 喝酒啊 吃饭啊 有时候去过听唱歌什么的 那不是一些正常的应酬 应该是偶尔吧 小文还说 刚开始两人恋爱时 小李对自己还是很好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需要频繁出差 所以两人经常异地恋 但每次回家不管多晚 女友小李都会等他 还会帮他做饭 烧水 这些行为都让他感受到了家的幸福 可自从今年过完年后 他感觉 女友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天天在外边喝酒 跳舞 唱歌 天天啊 我每次打电话 我都听见电话里面 都是有唱歌的声啊 舞曲声啊 都是这个声音 后来我们就是 弄得非常不愉快 虽然小李努力地解释 他是在工作 但小文就是不能接受 于是两人经常吵架 小文便再也没提过结婚的事了 而小李自然是不乐意的 他一直都这么答应我的 而且我们俩的事 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你又不在外面喝酒 不在外面跳舞 我会这样做吗 不就给人家吃饭吗 咱先不说谁有理 小李这嚣张跋扈的样子 确实把我吓到了 可小文对他的咆哮 早已见怪不怪 因为更厉害的 自己都遭受过了 他家里平常还要严重 不是掐一声凝 你看我现在身份还有 小李对此却是一副 理所应当的样子 认为这都是小文自找的 因为他经常没事找事 所以自己才会动手打人 真的是心疼小文三秒钟 摊上这么一个强势的女友 不过小李也有话说 他表示 小文两头便宜都想占 既想自己白天是威风的女总裁 多赚钱 又想晚上回家给他洗衣做饭 即便男友小文要求如此过分 那身为老板的小李 为何还要嫁给他呢 我就感觉他心不是特别花吧 能一心一的跟着过日子 我就看着这点 这话一说 主持人就开始搞事情了 直接问文先生 心里有没有其他女人 这个答案不言而喻 明白人都能看出来了 其实 节目组早就采访过了小文的那位女朋友 因为小李经常出去应酬 无聊的小文 便上网认识了比他大几岁的韩大姐 而且还承诺要和对方结婚 并且帮韩大姐养孩子 但是小李实在是过于泼辣 他才迟迟不敢说出真相 得知自己被戴帽子的小李 气得是直接上手了 刚还在心疼小文的观众瞬间惊讶了 这趴耳朵竟然还脚踏两条船 才和网上的韩大姐搞了两个月暧昧 就不想要交往了两年的女友了 这到底是咋想的 主持人安抚好小李的情绪后 询问小文做何选择 他的一番话把我震惊了 经过我们交往一段时间 也是两个多月 从他的性格上 我觉得还是我们俩不太合适 最后我们他们俩一比较之间 我觉得还是他比较好 听到小文这话 四个人都会火大 何况是暴躁的小李呢 小文精神出轨的问题 本应该要被当众批斗了 可小李全程都非常嚣张 对着他大吼大笑 甚至在情感老师分析他们情况时 小李都随意插话打断 这一点图蕾老实实在看不下去了 在调解前还给他提了一个小要求 我只希望在接下来我说话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打断 你可以做到吗 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不说了 你吓着我我就不打断你 可小李是完全不再怕的 竟口出狂言 只给图蕾一分钟的时间 他是自以为是的样子 瞬间把图蕾老师惹怒了 那就给你一分钟 你给我一分钟 你认为哪个都是你的主场是吗 你不觉得吗 你连这一点简单的基本尊重 你都做不到是吗 我今天是来谈我事的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场的工作人员马上请他出去 我绝对不会说一句话 否则的话说了也是无用 对于一个蛮不讲道理的女人 你去谈戒业 干什么呀 本来是上节目解决问题的 可小李老师凶神恶煞的样子 完全不给台上的老师面子 这让别人怎么调解 好在主持人在一旁积极劝道 才让场上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但图蕾还是怒火中烧 整场下来 除了咆哮就是咆哮 你何止冷静过一刻来听别人说话 我认为你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个不够阻定 一个就不长技巧 是吧 图蕾把两人的问题分析的内角一个到位 他表示小李工作就算再忙 也不可能一点时间都没有 总该拿点时间出来陪陪小文 而小文在感情里过于缺乏主见 完全不能坚定自己的内心 这导致两人的感情走向了灭亡 你碰上问题从来不是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你碰上这样一个女人 你碰见她每天晚上不归家 你不是很好地去开导她 跟她共同来面对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又用老套路再找一个 而女方呢 你的问题在于什么 盲目自信 这是你的印象 不长记性 这是你的软肺 撒脱耍赖 是你的套路 土蕾的话把两人说的是哑口无言 小李的优秀 让他对自己极度自信 看不见自身的问题 所以他才在感情上一再受挫 就连土蕾都觉得 他又可怜又可恨 你拿出了他的心没有啊 大纪人 你要真正能够拿出一个男人的心 那就是你的本事 可是呢 接二连三 看似强生的你 一次两次 被全部抛弃 虽说这话听着确实是伤人 但不得不承认 是相当的有道理 在听了土蕾的话后 小温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终于 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表示 虽然很珍惜这段感情 但自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此时的小李才意识到 自己的暴脾气有多讨厌 他非常的伤心难受 其实小李坚英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柔弱的心 对于这段伤痕累累的感情 两人最后都选择了放手 这个结局对他们来说 也许是一种解脱 对此 咱只想说 希望大家无论在恋爱还是婚姻中 都能够彼此信任 与包容和理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